如何像个学霸10个小时专注读书 以前我常常待在图书馆 从早上到晚上不停地看书 一待就是能待个10个小时左右 所以或许你现在刚好要准备考试 我将会分享一些小方法 相信你看完这部影片 能够学习到如何专注 那就开始吧 第一 制造环境 想要长时间专心读书 第一个方法就是离开你的家 你的床 你的沙发 去到一个真正可以让你专心的地方 像是图书馆 K书中心等等 总之你必须摆脱舒适的环境就对了 要我推荐的话一定是图书馆 我比较喜欢大家在图书馆一起奋斗的感觉 这会让我比较能够专心读书 同理 如果你和我一样是在家里读书 就可以先从收拾桌面开始下手 把台灯设定成白光 创造出一个非常适合读书的环境 第二 转换大脑 大脑是个暴食者 在我们身体将仅有60到80的能量 都用在了胡思乱想上 所以在开始读书前 先用一件事情来帮助你转换大脑 将那些用于胡思乱想的能量 转移至读书上 举个例子 读书前正念冥想10到15分钟 身体打直靠着椅背 将心智集中在呼吸上 让大脑的杂念停止下来 让身体的能量留给读书 在冥想过后 接续着读书将会更快进入专心的状态中 你也可以在读书前先看一本轻松的小说 以这本小说为开头 让自身进入读书的氛围之中 第三 读书方法 读书对一些人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但是那些读书读得很厉害的人 并不是聪明或是智商高 而是懂得如何苦中作乐 亦或是读书就是他的乐趣 因此保持动力下去的方法 便是将读书故事化与动手作 例如当你在背文史哲相关词条时 此时你用眼睛看肯定是记不住的 这时拿起纸鱼笔写下 你必须要背的词条 再利用自己的话语进行解释 然后不断地在脑海中演绎可能的状况 假设你现在要背马洛斯的五大需求理论 先将他的理论金字塔写下 再接着用自己的方法去说明 小明诞生于这个世界上一穷二白 肚子饿了需要食物 身体冷了需要衣服 他知道他必须先满足身体上最原始的需求 当满足身体需求后 小明需要一个房子住 也需要将钱找个地方存放 找到自己的安全所在 以此类推地将一个理念故事化 数理科目也是一样 尽可能去练题或是刷题目 或是在拿到一个新公式理论的时候 绝对不要只盯着书本发呆 而是动手去推导去实际演练 当你推导完公式后 立即用自己的话语在笔记本上写下 平常我们看书时都看得很顺 但要自己讲某个概念时就会打结 因此必须不断地动手做 将概念融会关通 第四 关于吃的 不管早餐午餐晚餐 在吃完饭后总是昏昏沉沉 只要刚好读书到一个无聊的部分 马上就会进入梦想找中工下棋 所以要保持高度专注有几个饮食的要点 少吃糖 盐 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 并多吃蔬菜水果全骨 可以多摄取高蛋白食物 主要还是避免高糖高盐食品或是饮料 以免血糖上升导致无法专心 并且吃饭吃个八分饱就好 早上与下午也可以分别喝杯咖啡 来帮助自己提升 第五 杜绝干扰 你可能还是会三不五时的将手机打开 看看有没有人找你或是有什么新的动态通知 但是这样一来一往的打开手机是非常消耗注意力的 这时候可以把手机设定成静音 也把软体通知给关闭 又或者在读书前安排十分钟 赶紧跟朋友聊完你想要说的话 不要让好像有人想要找我 这样的想法悬在心上 如果你在餐厅人多的地方读书 也可以戴上耳机 让自己杜绝外在的噪音干扰 并将食物游戏等等事物远离你的视线 也不见为专心 第六 其他工具 你可以听白噪音来帮助你专心 像是下雨的声音 或是火柴燃烧的声音 这是利用了大脑的机制 听取白噪音能分泌些许多巴胺 能让你在焦躁分心下快速提升注意力 尤其是在做无聊的事情时 听白噪音效果更好 又如果你是那种读书读了一会儿 就很容易疲劳的人 可以使用番茄钟来帮助自己 原则是专心读书25分钟 然后再让自己休息5分钟 放松的期间你可以起来走走 上个厕所 只要一直重复这个循环 便可以让自己维持最高的专注力 最后我们的大脑都是属于单线程 无法进行多个任务处理 所谓的一心多用 其实只是在耗损你前一个投入的心力 因此我们都该学会如何专注 让自己读书学习的效益最大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